大哥自从用了港版的手机又再也不用国航了 究竟为什么12pro max 港版自换13pro max 港版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亮 今天有一个大哥跟我说他需要一台港版特质港版的13pro max 256g的 现在就来到这个华江北哈 给大哥找一台13pro max 256g 大家可以看到哈 今天的拿货报价的是9480 好了 跟大哥约在这个市场门口见面了哈 穿这个绿一副的就是这个大哥 13pro这个13不是麦子港版的256g的 你可以拆开看一下 没拆的没拆的 缘分呢 然后这是12%你这也港版的哈 港版的行 你你港版用好了没有必要买国航呢 价格差的挺多呢 之前做的视频呢 都是真实的情景在线 情景怀远哈 但是无奈 被广大网友喷成剧本 那这一期呢 就是实打实的 真实场景了 那你需要导致电吗 嗯 你给我这个 对工作的都错了 不是 你们要导致电吗 这个我也要想世界 我不导致看吗 我就感觉导致电了 好吧 可以 我菜家干嘛 嗯 不能说全是忙了 对 没修过 没修过 这几只只用 电子就不是 你说那个屏幕 在这一块 这一块 一台港版的12%卖自双卡双带256g 然后散网5g 深海蓝色 电池寿命90% 外观有一丁点小磕碰 行了 大哥 我看你也是实在也是哦 然后呢 机器功能呢 没问题是吧 我撤了这也没啥问题 所以我也不撤了 钱呢 就按照自己跟你说的算 然后也不够钱 多钱给就多钱做的 多钱做就多钱给 外观啥的还可以 就是怎么样 然后呢 你你猜不放了 我只要是描述的一致啊 我从来不会那种瞎扣钱的 大凡扣钱呢 都是那种就是描述的不一致的 就是你说什么样 然后你到来 根本就不一样的 我一般就我卖 我就是说什么就是什么 我不会说 你这会儿别人来了看 也是耽搁时间吧 就你说什么样 什么样的话 就一分钱不扣 不像说是虽然说咱俩是见面的 但是就算不见面能够发的 我也是从来不扣的 除非是真的 就是描述的就不一致 行吧 大哥 咱这个教育还算顺利 还还算还算诚信吗 诚信诚信 不过走啊 有事人有有需要什么再找我 可以可以可以拿着